这个婆婆够狠 听到儿子和儿媳在屋里腻歪 她一把把门推开 并对儿媳说道 想回娘家就趁早 看我这个婆婆去不去接你 说完转身就走 本身已经被儿子劝住的儿媳 这下是非走不可了 她心想 现在低头 岂不要被婆婆压一辈子 儿子没办法 让父亲去找母亲说情 首阳大军还没开口 夫人就开始数落儿媳不懂礼数 没大没小 还说是因为首阳大军失事了 儿媳才敢仗着娘家的权势 在这里无法无天 首阳大军一着急 说这不可能 因为她和儿媳有过约定 婆婆立马问道什么约定 首阳大军犹豫半天也没敢说 因为只有儿媳能看出 她要成王 她答应让儿媳做世子妃 然后再是王后 陶原军在外面听到父母的对话 她大致知道父亲要谋反 第二天 父亲叫来陶原军 说儿媳妇的事情解决了 因为世子地下要来家里小住 即使你母亲不同意 儿媳也得回来呀 世子要来的当天 陶原军等着母亲发话 去领回媳妇 结果母亲说道 我看你媳妇不敢来 她可受不了我这个婆婆 话音刚落 韩真自己跑了回来 婆婆瞬间变脸 看来韩真真要和她斗到底啊 世子前来 第一次见到韩真 她对陶原军说 嫂子这么漂亮 你还要分房睡 着实不妥呀 婆婆一听 面露尴尬 是她让儿子和儿媳分房的 韩真给婆婆解威说 都是因为住一起 夫君无心读书 所以才分开的 婆婆再次被韩真的机敏惊到 世子地下这一趟 被韩真安排的妥妥当当 急之后 世子怀着不舍回到宫中 宫中也迎来一场变故 王上口吐鲜血 昏迷不醒 太医整治可能活不过今晚 消息很快传出去 朝中的各派势力蠢蠢欲动 守阳大军第一个冲进宫 跪在大殿前 祈求面圣 但王公已被惠平控制 根本就不给守阳大军机会 而是派人去招全臣金宗瑞 见守阳大军迟违未归 夫人着急 让儿子陶安君带人进宫 韩真说道 带几个家庭进宫有什么用 应该叫上所有王室宗亲一起进宫 那样金宗瑞绝对不敢对父亲下手 所有宗亲都来了 可是依然进不去大殿 而金宗瑞则悄悄从小门进去 跪在已经昏迷的王上面前片刻 惠平便问道 王上的托孤一言都听到了吧 好一招无中深有 金宗瑞心领神会 立马出去对宗亲说道 自己被王上任命为顾名大臣 各位请回 宗亲怎么可能就此放手 金宗瑞让士兵将大殿围起来 与此同时 各位宗亲的府上 他也都派了人 王室宗亲被拿捏得死死的 第二天国王驾崩 小世子继位 但他也只不过是金宗瑞的提前木偶 首阳大军知道金宗瑞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申请去民国做谢恩使者 这一走 曾为首阳提供资金的支持者 也纷纷倒戈 韩真回到娘家 搜刮了各种金银首饰 让婆婆拿来聚拢人心 他是真的希望公公能成王 但桃园君是希望父亲不要谋反